HELLO 大家好 我是紫仁 現在是凌晨了三點多 那為什麼選擇在這個時間拍片呢? 因為剛剛發生一件蠻令我不爽的事情 剛剛有人傳了一個抖音影片給我 我想說 欸 抖音影片 為什麼要傳給我看 可是我看那縮圖好像不太對勁 長這樣 空虛男 On TikTok 喵喵喵跳起來第一團隊 熟悉的這個封面 不對欸 這是怎樣 欸 你拿我影片二次創作 沒有告知一下 欸 沒有告知就算了 你也不留個出處 欸 不留個出處也就算了 觀眾問你 從哪來的 欸 也不回 那也就算了 你他媽拿去給我做抖音 欸 拿去做抖音 欸 這整個就是不對欸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礦式剧作啦 廢話不多說 呃 靠腰 刪掉欸 欸 我剛剛是為了這個事情 我還下載抖音 跑去蜜它 不過也還好 我有留一首 哇 哇 吵他媽 剛剛他還有五千多個讚欸 空虛男喔 空虛男 欸 我不管你是空虛男還是盛虛男 好笑就好 你覺得好笑 我覺得不好笑 OK 你知道我下載抖音是意味什麼嗎 我會被其他人笑一輩子 欸 只能下載抖音 我知道很多觀眾可能都有玩啦 可是我就是不喜歡 好不好 我就是不喜歡 欸 你以後要二次創作 麻煩告知一下作者 留個言 就算他沒有回你 至少你有告知 欸 這樣子還不會令人不爽 好啦 其實還是會不爽 重點就是你他媽的 要拿人家影片做二創的時候 告知一下 OK 不然留個出處 不然到時候弄到大家拍礦賓 這樣也不好嘛 好啦 剛剛有講說 我有下來抖音 然後去蜜他嘛 那他剛剛也 真心誠意的道歉 那把影片刪了 那就大概就這樣子啦 那 還是跟大家講說二次創作 你好歹也留一個出處 就算你沒有告知 或是有告知 你好歹也留個出處 這樣子 會對創作者比較好一點 那真的沒什麼事啦 大家下次見啦 好